美国国防副的官员就说 通过俄乌冲突 美国应该接受这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 那么精密武器的库存可能会在数小时 或者是几天之内消耗完 欢迎来到张敏观察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就报道了这个消息 并且做了一些分析和评论 美国就认为俄乌冲突发展至今 让大家都看得到最终就变成了一场消耗战 比拼的就是最基本的战争能力 其中你这个弹药的数量和你的产能 就是你的军工生产能力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和西方现在就是在面临着这些弹药不足 而且产能严重衰退的局面 如果西方直接和俄罗斯冲突 和中国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这个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评论还特别强调了 中国的军事能力远超俄罗斯 在局部和美国是旗鼓相当 而且呢还具有某些方面的优势 特别是军工能力非常强大的中国 美国是很难对付的 那这种论调我们注意最近是不断的出现 尤其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 是特别的频繁啊 他这种论调所说的呢 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的事实 但是更多的是在进行舆论操作和一种军事动员 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动员 我们来注意几点 首先啊 美国在军事层面啊 是在实实在在的评估和准备着 与中俄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 但是美国呢 他更倾向于不会自己亲自去下场 而是搞一场代理人战争 利用美国的盟友体系打击俄罗斯和中国 你看现在的俄乌冲突他不就是这个模式吗 如果说他利用了他的代理人战争 利用了盟友体系的话 实际上他就把盟友所具备的这些能力 比如说他的弹药护存和生产能力就给调动出来了 第二啊 我们再看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就是他的这些军事盟友之中啊 你想想韩国还是有很强的军工能力的 日本的能力也不小 只不过现在呢 日本这个能力还被在那个冷冻的那边 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如果美国和我们中国直接冲突的话 你再加上像印度这样虽然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但是他很有可能在中间会介入这个事情 而印度的军工制造能力也是挺强的呀 而且美国一旦和我们中国发生冲突的话 一定会拉上他的盟友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 如果美国进入到战争状态的话 他所能爆发出来的战争能力也是非常的巨大 第三 以美国的丙性 如果和中俄发生这种直接的冲突的话 真的没有了这些武器的话 美国则更倾向于使用这些核武器 或者在开战之前 他就会进行实质性的核威慑 这一点一定不要去低估美国 毕竟世界发展到今天唯一一次使用过核武器的只有是美国 当然了 至于说什么美国现在强调什么弹药不足啊 军力难以应付中俄啊等论调是不断的出现啊 也有一种含义就是他们要向国会要钱的意思 但是这都是美国他内部军方的意志 一个日常操作要钱不要钱的 我们不要理他 我们更应该看到啊 在这些言论的背后是美国内部在政治层面 他已经达成了对抗中国的一致性 美国军方呢也在有步骤 而且认真的在准备一场战争 并且已经开始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实施和部署